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47集 今天的话来到这一条传承系列的雷霆战队 这个系列五人的最后一组 它是冠千角 Leadfoot千角 还有一个化石猛妈像 那么这是两个Deluxe等级的组合包 那先前的话呢 这个模具看起来像是围城的幻影 其实它的上半身是有做改模的 所以在变形上会不太一样 那么另外一个 则是先前的三角龙的那一款模具呢 稍微改了一下头部啊什么的 变成一只非常帅气的萌萌像 这个组合包 即使你对组合成后面这把大锤 不感兴趣的话呢 今天的这个组合包也是可以值得入一下了 那简单的说 我对这两个的评价还不错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战锤 这是纸做的 非常的轻 我这样推这样摇 各位都应该能够感觉到 是个完全没有重量 而且打下去呢 绝对伤不了人的一个锤子 那它的底座 是这一次的这个两人包所附带的 然后中间这个卧饼 卧饼的话是双转 然后 Bokeh呢 跟堂皇分别是左右两边这个部件 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则是 这个撞针 那一个 那可以看一下上面的一些印刷 那总而言之 这就是一个纸做的 就是 我想想到我们小时候 好像一些幼稚园的时候 有一些美劳客啊 也是有这种剪贴的这种 这种小型的模型可以做 那当然这个纪念意义的话呢 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那各位知道一下 然后它组合的时候呢 不需要用到任何的胶水 都是把这个组合的这个卡 就是卡榫呢 把它插进去 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拔不太出来 那算了 反正它就是 比方说这个地方写一个 这一块部件这里写一个B 这里也会写一个B 两个B B对B就把它扣进去就对了 虽然现实真话中没有B对B的了 玩具的本体 我可以说是比较喜出望外的 就是这个化石 某妈像远比我在照片上面看到的质感要好很多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关节比较松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组合啊 非常的松 基本上是很容易晃 稍微晃一下 这个脖子就动了啊 当然这个完全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加固了啊 涂一点胶水 增加它的厚度应该也就可以了 然后它最棒的一点 就是它黑色的部分 这种黑色的也是 盘上去就是挺好的 我只能说就是 我也不知道这是算不算消光啊 然后呢 它的肋骨里头还是红色的这个配件 就感觉好像还有内脏在里头啊 没有完全的 没有完全的变成化石的样子 很生动啊 然后头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磕洞 然后嘴巴还可以张开 那牙齿 这个牙齿是 看上去好像是 而且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它这个牙齿是这样子 这应该是草食动物的牙齿啊 是这样并排的 是磨碎 是把这个草给磨碎 它是双排的啊 那这个看上去好像也有点尖锐 但是摸起来是不会的啊 那里头中间的话 刚好有一个突起物 我们可以当成它是一个嘴炮的一个装置 然后看上去 大小也是挺不赖的 那这刚好是一个Deluxe等级 放在一起啊 很不错 然后后方很一样是有一个尾巴的一个设置 脚的话呢 可动的话也不算差 那这个脚掌 这个骨头啊 嗯 虽然是先前的那个应该是三角龙的模具吧 那三角龙的脚趾头跟猛麻仙的脚趾头有没有一样多啊 每次呢 啊 讲到一些什么 比方说这个恐龙小队啊 这是雷龙啊 还是万龙啊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特异龙啊 就很多的这些 各方面的生态学家 就会出来留言 当然这是好事了啊 也让大家交流一下一些尝试 那至于这一款千脚的话呢 或者叫灌千脚 它则是让我有点小小惊喜 原本以为的话呢 它会是这一款同模具 但是到手之后一看 哎不对啊 它的这个后方这个尾翼就不太一样 奇怪为什么我有一个印象 好像好像这个模具有改模 然后然后我怎么想不起来 对不对 因为这个幻影的话 我记得我手上是这这这三个 但是我怎么好像年纪真的是大了还怎么样 我想不起来 是不是有一款也是它的头模具 然后有改后面这里啊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啊 这个那我不晓得 如果如果我 如果各位能够提醒一下 我就提醒一下我好了 真的我发现 最近记忆力是严重之衰退啊 那么它的改模的话呢 腿的话没有什么改模 所以它的一个前半部的结构会是一样 但是你看它的一个定峰尾翼造型不同 而且翻到底盘来看 你也会发现它的原本的这一款 这个比较明显 原本的这个人物的假胸的这个部分呢 到了这款模具 它是到了车底部 所以它的车底部是反过来的 因此它的上半身的变形有所不同 那造成的主要在车型的视觉效果 就是说它的这个部分 座位是露出来的 但是先前的幻影的话 则是一个有挡风玻璃的一个样子 哪一个好看 端看你个人的喜好 但是以武器的收纳方式的话 先前的幻影它的插孔呢 是在尾翼的上方 而我们这一次的牵脚呢 它的插孔是在车子的两侧 而且呢 它这个洞 你看它洞的内部还有一些刻画 通常洞里头是有纹路的 然后 所以看上去的话 就以车型态来说 这一点武器的收纳方式 是这个比较优秀 那如果你考虑到说 定峰尾翼 这个是不是偏大的话呢 那可能这一款 观前脚的表现会再出色一些 来我们就示范一下 这一款猛妈像的变形 首先的话这个头 这个尾部呢 先把它给拆掉啊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都把这个弄先拆开好了 这个是它的一个本体的部分 这里给打开来 就可以这个 拖拖拖拖拖拖 拖打开 露出它的一个脸孔 那就是它的一个本体的部分 它的这个部分是还可以再打开 但是呢 我们今天这个 变形的部分是不需要的 当然如果你要把它 做一些其他的拼凑的话呢 比方说把它变形成武器啊什么的 这个各位看说明书啊 就可以去做出一个 完整的一个展示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 拆开来之后 它这个是手臂啊 胳膊的部分 扣进去 这里的话呢 往下放下来 那么另外一个 像的这个头啊 是摆到这里 那我个人吧 我是很喜欢它的 这个怎么说 就是头型啊 这个一个巨大的 这个骷髅头 作为一个肩脚 我觉得很酷啊 然后这样 暂时就 完成它的一个上半身 那脚啊 脚就这边扣下去啊 前后的话 应该是朝这一边 然后的话呢 这里啊 有两个 两个部件 这个 两个部件是不需要的啊 手 比较短的话呢 是这个手的部分 然后的话 它的这个 凸啊 这里是要把它给弄出来 这就是完成它的一个胳膊 这里 也是一样的 下方这一地方 弄出来 这个凸啊 翻出来 那它原本在 向型的前肢 有附这个部件 这个部件的话呢 按照合绘的话吧 它是把它扣在这里 然后往前面转 就感觉像是一个 一个往前发射的武器 当然 你要把它接的 手接的更长啊 比方说你想要把手接的更长啊 这示范一下也 也不是不行 就短看你个人的喜好了啊 然后这个脚的话呢 就按插上去就行了 那脚的话呢 因为它是 呃 这里 有个缺口嘛 缺口我们就让它朝内啊 我们 我这十多年来 不都一直在 帮官方遮丑吗 对不对 好啦 那这个这个人型就算完成 那它的这个附带的这个武器啊 武器的话呢 就是扣在 呃 就是就是就是扣在这里 这个地方 然后按照盒绘的话吧 它是把这个象牙的部分呢 是往外 转下去 我也认为转下去是合理的 这样一来才有一个铁爪的感觉啊 深化 啊 机器人的一个感觉 看上去 眼排不烂 然后松动的部分呢 是这两块固件啊 啊 跟本体的结合稍微比较差 但是比起 上一个组合包的那一款 这个画石龙的话呢 这个猫妈的话 感觉要好上很多啊 但武器太重了 站立心稍微调整一下 那 呃 胸口这个 也是雷霆小队的 一个标志 黑色还是很好看啊 这个 我 我终于想起来 我一直觉得 我一直觉得这个黑色像什么 啊 各位有没有吃过菱角啊 就我们台南的一个观点 盛产的一个东西叫菱角 煮熟了之后就可以吃的东西啊 就真的很像菱角壳 好了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一次的猫妈化石的一个战士 我个人觉得这一款 相当值得推荐啊 相当值得推荐 可以是它的一个猫妈的一个形象 做得相当可以 那我们的话呢 来进入这一款 牵脚的变形过程 武器的话呢 我们先把它给取下来 那变形的时候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部分给打开 它这里挑开 挑开之后的话呢 两手臂的话呢 跟后面这个尾翼 可以先把它给打开来 往侧边翻出去 往上挑上去 啊 它这里一个冲动关节 挑上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组维卡 然后把它给打开 将头呢 给撬出来之后 再把这个凸呢 跟另外一个 来 把它扣上去 那这个地方呢 就解锁了 解锁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 先把它往内放下来 然后的话呢 然后它的这个身体的话 算了 我们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脚给解开 好了 它这个地方是上下 咬合这样咬合 拉开来的 然后两腿变形的话呢 稍稍有个地方 不太一样啊 我们先讲一下 黑色这个部件 它是有一个 凸去卡进 黄色部件里头 它是有一个 斜下的一个开口 我们稍微往斜下 扯一下 把它给扯下来 然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脚的话呢 是这里 这块部件 往内翻进来 这个部件整个往下面 踢到这边 然后 给放下来 转过来 到这边 那我说 另外这个腿呢 它变形有个地方不太一样 它的话呢 这边多了一个凸嘛 这边两个多了 多了凸 它扣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凸啊 很明显是过长的 这个地方 它一定会卡到 推这样还行 你这样推进去啊 就非常大声啊 但是 感觉应该是 不太会断掉 我感觉是还好 就是硬要蹭过去而已 那这里一样是斜下 斜下扯下去 那甚至的话 这边是比较偏紧的 你要硬要用塑胶的韧性呢 把它给扯开 也不是不行了 那这个原则上呢 它的腿的变形呢 跟先前的模具是一样的 再来的话呢 原本的 幻影的这个模具的话呢 它的这个部分 脊椎骨是拉出去 是拉的比较长的 但这一款 只有拉这么一点点而已 你就只需要 这里双动关节 把它往下面 放下来 去卡住就可以了啊 它的拉出去的一个 呃 脊椎骨的 没有那么的那个长 然后呢 手的话呢 我们从小臂的内侧 把它给翻出来 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 啊 前脚的一个变形过程 然后呢 如果各位眼尖的话 应该已经发现了 它这一款的上方 是没有肩炮的插孔的啊 所以它的武器的话呢 就只能够两手 都 持武器了 看到没有 上方 这个地方造型不同 而且它的手臂 是这样子翻的 但是这一款的话呢 它是要 挑起来之后再翻 所以它的一个手部 应该说肩膀啊 结构呢 有所不同 然后变形的时候呢 胸口啊 在转换的时候 也到不同的位置 这个是在车子底盘 这个是在车子的尾部 然后对比一下 其实应该是 不太需要做对比了啊 因为 呃 两者算不同的人物了 我们就 就就就就 就知道一下 它改动主要就是 呃 手部 那相对的啊 你看到没有 它的这个 原本的这个尾翼 这么大一片 但它的话呢 就缩到非常的短 啊 甚至以造型来说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转到上方 合围都是上方了啊 但是如果你希望它的一个造型 再跟原本的幻影的差别大一些 啊 转到前方 那好像也不是不行 啊 人形状态下的关节紧细度 非常的好啊 啊 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整个在变形的过程中呢 啊 就是翻折的这个凸啊 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特别的紧 然后它的这个金属的蓝色吧 也是看去 以官方近期的玩具来说呢 这种这个涂装 算是比较少有的诚意了啊 头雕也是 做的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这个黄色的漆啊 感觉 涂得比较厚 比较厚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雷霆小队的 这五人 五个产品当中的最后一款了啊 我们终于的呢 把这个系列的话呢 全部给做完 那节目的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给他们来一张大合照吧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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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款 双 钻 这个 头领战士的双 一个模具的话呢 终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啊 连续的把它给更新完成了 最后就是得到那把大锤啊 喜不喜欢 当然看你个人 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这几个模具里头呢 我觉得做工退步最多的 应该是弹簧啊 这个最后再总结一下 它这个地方已经整个是松了啊 就上一期录完之后 我发现已经几乎是卡不住了 而且脚踝的一个这个接地啊 这个关节也是非常的偏松 整体来说这款弹簧 给我感觉最为的失望 结果就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啊 我最先决定要买的玩具呢 结果是让我最失望的 你看这个站稳真的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做工第二退步的是这个化石孔融 然后双状我觉得也是属于退步的 那整体来说只有 Bokeh跟这个牵脚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 证明电影系里头的胖子都比较厉害 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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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